我们再看下面一段 论法无因 求法不倦 上句借他 下句自觉 自觉借他了 要同时进行 为什么呢 教学向掌 这是中国古老祖宗们教导我们 他们一定是从经验当中带来的 我们只管求 求自觉 不教别人 他有局限性 很多问题不能突破 如果肯教学 喜欢讲给别人听 把自己所学的东西 欢喜跟别人分享 也不障碍别人学习 也能帮助别人成长 这个信念好啊 善良啊 他一定会成就 如有 周公之才之美 周公真了不起 道德学问 空老夫子一生 最佩服的 大圣人 实教且令 其余则不足 真的 阿曼 那令氏 孔子说 孔子说 其余则不足 观音 它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真相 别人都超过我 他们在造福啊 我在降福啊 别人都不如我 我好辛苦啊 我造福他们想啊 你说谁聪明